好 現在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威力導演裡面 我們來做這個藍綠幕的續備 好 首先第一個你還是要回到我們這邊來 好 那我開一個新的好了 開一個新的工作 通過去 OK 那我先把我們剛剛的檔案把它叫進來 好 我們在桌面這邊 OK 我就先拿第一個 先拿第一個把它叫進來 好 你進來之後呢 因為我們是藍幕或綠幕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備的話絕對不會放在哪裡 不會放在第一個軌道 因為它要疊在第二層底下 就是底下的 這樣才行 那你可以先找一個你喜歡的背景 比如說 今天應該最近這幾天都是晴天嘛 所以應該夕陽不錯 這個有點類似我們那個 大肚膝口的那個 什麼失地 好 你再把我們的影片把它叫進來 有沒有 我放在下面這一軌 那沒有關係 這個播放速度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好 進來之後你看這樣是不是就直接擋路了 所以當然不能找它 好 我們要找誰 你可以點兩下或按上面這個修改 這個修改 好 打按一下 這個呢 你在這裡點兩下也可以 它進來之後這個叫做 呃 植母畫面的那個設計 設計師有沒有 進來了 那一般來講我們最容易處理的就是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叫做色度去背 在內容這邊有沒有叫色度去背 你這裡也可以先打開 它裡面有相關的選項 那我們現在要啟用這個功能就把它勾起來 玉色它是用黑色的 所以當然我對頭髮被去掉有沒有發現 哈哈哈哈 所以趕快 衣管回來告訴它我是要綠色的 有沒有去掉了 但是效果還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來下面這邊來做一些圍調 原則上我們在調整的方式就是由上往下調 就直接參數由上往下調 首先它容許的色調 也就是說我的木其實沒有拉得很平 加上我們燈光沒有很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吧 色調稍微容許範圍 有沒有發現容許範圍多一點的時候 有沒有去的比較乾淨一點 有對不對 但是這裡還有不OK的 我們再把它容許的保額度再調高一點 有沒有再好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當然你不要只看這一個 你要看一下後面的 你可以往後拉 有沒有好一點很多了 什麼時候我們有一起去看氣啊 我什麼不知道 哈哈哈哈 這樣瞭解那個感覺了 誒 你看看 然後呢 明亮度 如果你覺得誒 明亮度還不夠 你可以再調一下有沒有 可是我們以這個來講 應該還OK 所以 他們今天穿的這樣子 適合搭配綠幕 他如果搭配藍幕 糟糕 下半身就完蛋了 這樣瞭解了齁 對啊 那再來還有一個邊緣的清晰度 什麼是邊緣的清晰度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這樣去好 就旁邊 這個有沒有 像他腳啦 或者是手這邊啊 可能沒有那麼銳利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 這個清晰度這邊調整一下 這樣會不會 對 如果呢你想要有點陰影的感覺 你可以把這個打勾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去的不是很乾淨啊 所以那個陰影齁 有沒有看到一個陰影跑出來 不過這裡來講就不太適合啦 當然你可以選擇方向 因為像我們常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 就是 好像站在一個什麼 一個距離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 甚至呢你可以加上什麼 倒影啊 這個 在威力導演你們來講 算是相對方便 有沒有看到一個倒影 這樣也無人齁 這樣了解 所以 有沒有發現 拿自己上電視 比較有感覺一點 跟你玩別人是不一樣的 別人我隨便玩一玩就好 自己會比較 戰意一點 有沒有 要去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像這樣 那如果你做好了 做好了 你就可以按錯誤 那當然你就看到我們的結果 就是像這樣 那剪接的方式跟剛剛都一樣 我們就不用再講 有沒有發現 像這樣就可以 加一些東西進來 好 那像他在這裡還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這個東西 叫做什麼 子母畫面物件工坊 我們剛剛是 按修改 是進到子母畫面設計師嗎 那子母畫面 這邊 這個叫物件工坊 就是 比如說像有時候 有對話框有沒有 或者你去找一些 就是已經具備好的 你就可以加 把它拉進來 那 我就順便問一下各位囉 因為我現在下面的空間 是比較不夠 有沒有 有沒有第三個 如果還不夠的 你可以再從這邊增加 那 如果你要這個 你把它丟一丟 它也是一個物件 丟進來 所以我稍微把它拉下來 你就看 在這邊 你可以稍微 我稍微移動一下 這樣就全部 有沒有看到它的 那這個太大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或者那個對話框有沒有 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誰要講話 像這樣嗎 其實我們一般 最常看到什麼 綜藝節目 在做這些東西吧 小鳥有沒有 就是烏鴉 跌過去啊 哈哈 或者講某某某 就是你啊 它就指一個箭頭 就是你啊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它其實就是要 這些東西就是要透過後製 那如果說 你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看 我們剛剛在 子母畫面也可以調 我子母畫面 有沒有一定要那麼大 不見得 比如說我們現在 在做一個現場報導 就把它怎麼樣 拉到下面去啊 這樣子了解 那個概念嗎 對不對 我就以 報導的背後者為主嘛 背後者 當然這些可以做動畫 不過 一開始先不要想說 做太多 效果做太多 反而你會有點 迷失掉了 所以我通常 會建議各位 你就先從 最基本的 我們要的 好 達到我們需要的 一個畫面呈現開始 那你再來 增加一些 覺得 有需要的東西 這樣會不會用呢 會了齁 這是第一種 那如果是剛剛另外一個影片呢 也是一樣喔 如果你用的是 欄目的 好 那以這段影片來講 它一進來 我們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處理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可能前面這段 拍的不行 對不對 好 我稍微把它 延伸一下 好 我們先看看 它這一段哪裡有問題的齁 我們就進到這個修剪裡面 好 把比較過OK的片段呢 我們就把它拿掉了 我們就單一修剪裡面就夠了齁 好 從這邊開始 對不對 好 按一下 然後 後面的應該就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到這邊應該都可以按一下 OK 確定 這樣是不是只剩欄目為主了 好 那一樣的 我們就按一下修改 會身位其實它每一個功能 就有點像模組這樣 好像積木有沒有 組合起來 所以有時候 就是 你會發現 跳很多視窗 那一樣的方式 你把這裡勾起來 好 黑色 你看看 好 我們來看看藍色 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木是比較平均一點 藍色的木有沒有比較平均 因為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什麼 我們那個 就是 因為這個木板就專門拿來做這種拍攝用的 我後面這個綠幕 這種一般的板布 它會有點反光 所以效果會比較長 效果比較長 所以你們如果真正要的話 建議各位 你可以去 就是 假設你自己 社團也好 或是老師的 都一樣 就是你要找比較螢光染 螢光綠的這種布 而且是 這個布 就是不要透光 不要透光 那它很薄很輕 很薄很輕 很薄很輕 這樣 請問這樣上面是不是會緊張嗎 經濟器 同學 不會啦 你看 拍完了就好了 打完它了 對不對 好 如果你覺得OK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你看我們這個 其實要調的不是很多 那旁邊有一點點不太OK的 我們先從色調稍微調一下下 然後同學的飽度調一下 你看這個有沒有少一點 對不對 手那邊的少一點 喔 這樣好像好一點喔 當然記得 不要只看什麼 只看一個畫面 你記得你要畫面要稍微 動一下 因為有可能不同地方 它會怎麼樣 效果會不好 效果會不好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呢 我們就 效果好一點呢 我就要按儲存 萬一啦 真的 你就是前後那個差距太大的 我會建議你 你把這段影片把它分成兩段之後再來做 比如說我前面這一段大概到哪裡 欸 套用這個 這個區背的效果比較好 好 就是這個設定比較好 就是那段套這個 然後後面這一段 我再套另外一個設定 這樣可以了解嗎 齁 好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把它處理起來 你看 每次上課都是我要自己出來演 所以我這樣就演很多次嘛 好 那這個呢 是藍綠幕的區背方法 那麼我們在子母畫面還有一種方式 如果說你真的 我的現場就沒辦法像這樣 有藍綠幕的區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戶外拍嘛 可是我又不希望說我的畫面又那麼致視 就 就是直接就是這樣疊進去的 他還有一種方法可以這樣做 怎麼做呢 你看我們再拿這個 丟給各位看一下 好 一樣是他齁 好 進到修改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叫做內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到遮罩 你把這個打開 遮罩屬性 有沒有看到一堆形狀 比如說我可以用一個圓形啊 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框住了 所以如果說萬一你真的就是 現場的環境 沒辦法讓我們達到這樣 至少我可以怎麼樣 用一個適合的形狀 我就可以 使用到這邊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然後你如果有需要羽化的話 你可以把它打開 旁邊這裡有沒有 就會有點像這樣 有點羽化的效果 當然如果你發現 啊糟糕 我就覺得裡面的這些形狀 我都不滿意 可不可以自己做 可以的 可以的 像這裡 你看這裡有這些形狀 這個是顛倒過來的 有沒有 這是顛倒過來的 齁 形狀 我跟他不太適合用形狀 齁 開玩笑齁 你看還有這種適合一半的有沒有 適合一半的也可以 實際上他這個是可以做動畫 這是可以做動畫 不過我們現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免費的這個特別版 是沒有辦法做動畫 動作這個部分是屬於付費的 這樣了解 所以 有沒有發現 我們可以處理的方式還蠻多的 好 處理方式還蠻多 那一樣的 如果你確定OK了 好 我就按鎖成 有沒有一樣可以靠進來 那 如果你覺得太大太少 或位置不太對的 你就是要移動一下就好 這樣至少 不會覺得就整個都是什麼 四四棒棒的 或者有些時候我可能只要什麼 上半針啊 上半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稍微切一下 就不會 整張都跌在人家上面這樣子 OK 那就給你玩看看喔 來